我就走了嘛 啊就是现在小宝现在她 是六岁了是吧读书了没有啊 哦三幼阿姨了哦那就好那就好 那不是那小黎啊你平时一般都是割娇吗 割娇然后再打点伞弓 啊这样子啊哥哥姐姐们 哎呀我感觉我真的错了哥姐们啊 我感觉我对不起小黎哥姐姐们说说你啊 呃我感觉呃我错过了一句话哥姐们啊是什么话呢 哥姐们更错过了一个人就是错过了小黎 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贤妻辅女轻云至哥姐们啊 我感觉小黎呢真的是一个好女人哥姐们啊 真的她呢也对我很好那时候哥姐们啊可能就是说 呃可能以前我太年轻了嘛那时候不懂事还年轻哥姐们 所以说呢我感觉我对不起小黎咱们要不要问一下小黎啊 现在她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吗还是两个人可以吗 我不知道现在小黎她不知道到底成家没有哥姐们啊 我也不知道哥姐们啊现在我不知道 对对对啊是啊哥姐们就是不知道啊哥姐们 要不要问一下问的咱们打个问啊爸妈你们在不在子文在你打个在啊 呃那个啥吧又上方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人人五百的福袋 没有去点的咱们赶紧去点一下这里哥哥姐们说说明啊对对对 呃没有去点的咱们赶紧去点一下啊 呃要不要问啊哥姐们问的话咱们打个问啊 爸妈里面在不在子文在你打个在啊 呃你觉得这个小黎可不可以啊 可以咱们打个可以哥姐们啊 我都感觉我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们的小云了小小黎了哥姐们啊 就是说呢哥姐们以前呢 我以前也赚不到钱哥姐们啊以前呢 打打螺丝呢可能就是1800块钱一个月 现在呢 呃小黎你家还有多远啊 啊 我还要上去是吧 哎 哥哥姐们数转们以前呢我是打螺丝 就是1800块钱一个月 现在的话哥姐们数转们 现在我的话 因为我呢 也经历了呃六年的时间嘛 啊 经历了六年的时间也认识了很多人 哥哥姐们啊 现在呢 我现在也有点小钱啊 哥姐们 所以说我今天呢 就是过来特地过来找一下我们的小黎 还要找一下小宝啊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啊 给我们这个一个小黎一个交代啊 那小黎啊 呃 我问一下你啊 啊 就是这样子 嗯 哎呀 真的我 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嗯 就是以前呢 我也不懂事 以前我们 就是我呢 也没有赚到钱嘛 啊 然后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是1800块钱一个月嘛 但是现在呢 我经历了六年的时间 我呢 刚开始的时候 你离开我的时候嘛 嗯 其实我一个人也挺恼火的 就是说过得挺苦的 嗯 就是白天呢 一般我都去搬砖嘛 就是 当那个杂工嘛 去干那个呃 农民活嘛 然后呢 晚上的话我就去送外卖 但是呢 我就经历了一次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一个贵人嘛 他就带着我去啊 做了一点小生意 然后后来我也赚了一点钱 所以现在的话 嗯 我就想找一下你们 就是想 哎呀 就是说 想把你啊 跟小宝一起接回去 你看行不行啊 去广东 啊 对去广东 就是想让你这个锅的生活好一点嘛 嗯 可以的 我觉得这样对小宝人 嗯 对对对 呃 我那时候之后呢 我一直都没有找 一直都是单身的 因为我那时候想着呢 呃 以前就是说 感觉好像 你走了之后 我真的是伤心了很久 啊 就是我一直都 那时候都睡不着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我苍苍多了 嗯 看着你之前 哦 成熟多了 哦 我感觉我老了很多 真的啊 对 他说我成熟多了 哥姐们啊 对 哥姐们你们说 要不要问啊 哥姐们 我感觉 嗯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 在你打个在啊 这就是小离 我们要找到小离啊 右上方给大家仍然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 没有去领了 赶紧去领一下啊 那现在 呃 哎呦要不要问啊 哥姐妹问的话 咱们就问一下哥姐妹 那小离啊 嗯 那现在小宝的话 他 会叫你妈妈吗 他会啊 哦他会啊 嗯 那这小子还挺聪明的啊 嘿 那有没有照片啊 小离 照片啊 我今天 我今天没有带那个 哦今天没有没有照片啊 呃那 那那这样子的话你早上要割交 那谁送送他去上学啊 早上我割交的话 我就起早一点 起来早一点 然后上去上学 然后送他回来 然后去割交 哦送他回来你再去割交是吧 那现在 现在小宝的话 现在在哪里哦 那现在 那这个 那平时你那个 你那个割交的话 那不是阿姨带着啊 对 嗯 就是我妈带的 有个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就跟人家 人家上学的时候就有没有带人家 哦 哦 这样子是吧 啊 叔叔阿姨哥姐妹 直播间的爸妈 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 在你打个在啊 哥姐妹叔叔来面啊 呃 右上方给大家人人安排了一个500的复带 没有去你呢 赶紧去领一下哥姐妹叔叔来面啊 对对对 赶紧去领一下啊 呃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 在你打个在啊 呃 就是这样子啊 哎呀 要不要问一下哥姐妹 小黎 嗯 你现在的话 那 你现在是几个人呢 嗯 一个 啊 一直都是一个人 啥意思啊 就是上次我从 啊 广东回家之后 嗯 一直一个人带着他吧 他出生之后就是有一个人带着 哦 一直 对 哦 这样子啊 哦 都是你一个人带着他 哎呦 那你太不容易了哦 哎呦 这 这这这这哥姐妹这 啊 他说了哥姐妹 他说他一个人呢 那我有机会了哥姐妹叔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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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笨了 爸妈你在不在直播间啊 在你打个在哦 哎呦 我真的是太笨了 哥哥姐姐妹啊 对对对 要不要接回去啊 哥姐妹 要不要接小黎跟小宝回去啊 哥姐妹 他说了现在说了已经说了啊 他说了这个 就他一个人 哥姐妹 那我有机会了哥姐妹啊 呃 小黎啊 呃 就是那 那就是那时候我不在的时候 我听小莉说你好像你也去广东找过我是吗 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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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小宝四岁 哦小宝四岁的时候是吧 对 为啥那时候你又突然想到去找我呢 因为他那时候是不是也 也算了 昨年是 然后他就一直说要去找爸爸 当时呢我还是骗他啊 爸爸在外地上班 他说那我们去看呢 我就带他去找你 后来也没找到 哦这样子啊 哎呦 哥姐妹 呃 哎呀 所以我感觉更 现在的话我更不那个了 哥姐妹 叔叔你啊 我现在我心里更不更难受了 哥姐妹 啊 呃 小黎啊 那你现在小黎 站着吧 你带我回家见一下小宝嘛 然后呢等一下看一下阿姨同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呃 你愿意跟我回去那个广东吗 就是广东的话 我现在在广东也买了一套房 就是说呢 我现在也有有点小机器 现在的话 我把你跟小宝一起接回去之后呢 就是啊 你们的话就可以 过点好日子了嘛 你们在这里也不容易嘛 就是啊 就是你现在的话 啊 会不会村里面的人说啊 嗯 不会的 哦不会是吧 哦 那还好一点啊 哥哥姐妹啊 因为你一个人 毕竟一个人带着小宝嘛 对不对 那 那这个 呃 阿姨他们对对那个好吗 对小宝好吗 嗯 对 哦 那就好那就好 呃 哥哥姐妹叔叔妹妹 那你们说要不要接回去啊 接的话咱们打个接 哥姐妹叔叔妹啊 对对 呃要不要带回去啊 哥姐妹 我真的是疑心不忍了 哥姐妹啊 我知道我错了啊 哥姐妹啊 呃 小离啊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 那个啥就是以前的时候呢 呃 咱们都不懂事了 对 那 你现在的话你还怪不怪我啊 现在 不管了 不要 不要 都为了小宝的 哦都为了小宝啊 哦 那就好哥哥姐妹啊 呃 去找小离主播 我陪你去找小 好的好的哥姐妹啊 呃 呃 我爸爸妈妈都在直播间 小离 对 啊 对对对 我爸妈妈都在直播间 他他看着 啊 小离跟你们打招呼了 哥姐妹叔叔阿姨们 爸爸妈妈啊 爸妈妈 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 在得打个在啊 呃 小离跟你们打招呼了 呃 就是说你们不是说没看过小离吗 然后呢 你们觉得小离漂亮不漂亮啊 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啊 小离呢 是我们村里面最漂亮的一朵花 他真的是叔叔阿姨哥姐妹啊 就是说 呃 你们愿不愿意陪着我去看 呃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宝啊 愿不愿意啊 如果愿意的话 咱们抠个小姨哥哥姐妹叔叔阿姨啊 呃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哥哥姐妹啊 那你们说哥姐妹啊 我呢 虽然说以前呢做错的事情啊 现在呢 我呢也有点小积蓄 你们说呢 我怎么去安排呢 哥哥姐妹 呃就是 除了这个接接我们的这个小离 还有小宝回去广东之后呢 怎么安排一下 因为以前呢就是他爸妈呢 一直都不愿意的啊 一直不愿意让我去见他 还有见见那个小宝 然后呢他爸妈都非常不赞同的啊 因为呢他不想那个不想太远了 然后他爸就是说这样子嘛 啊我不管你们说我怎么样 你说我这个 以前的事情 你说我在在怎么那个啊 我都没所谓 毕竟以前我确实做的不对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啊 啊对 嗯 给他们生活好一点是吧 好的好的叔叔啊 好的叔叔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啊 呃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啊 呃 这样子哥姐妹呃 叔叔阿哥姐妹啊 这样子吧 我右上方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人人 人人500的福袋 哥姐妹啊 这里右上方又给大家人人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 没有去领了赶紧去领一下啊 啊 就是小李啊 我 我就是你离开之后呢 我一直也是没有找 就是我 对人家看不上我 一直都看不上我 因为 啊我那时候呢也比较 就是 我对人家也没感觉 就是说 哎 好久 好久都没见你了 我真的是那时候 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你嘛 就想过来 突然 就是说 啊 你的闺蜜小红 给我发 给我发了个信息 呃 然后他 他能这样说的话 我就直接就杀过来了 就开了2000多公里 三 甚至3000 差不多3000公里 对对对 开车到这里呢 然后开了3000公里才见到你 啊 就是我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等一下我怕叔叔阿姨不同意 就是说你现在能不能带我回家先见一下小宝 可以吗 嗯 嗯 啊 现在几个人在家啊 你们 现在就我爸我妈 在哪里 你爸你妈 嗯 哦 哥姐们又上方又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人人500的福袋啊 没有去领了赶紧去领一下啊 呃 去找小离主播我陪着你去找小宝是吧 好的哥姐们啊 呃 呃 那个小离友就是 哎呀 这个他有没有叫过 叫过爸爸 嗯 有的 因为他看同学嘛 啊 就有的吧 嗯 嗯 嗯 就怕他 你是担心这次有这样的方法 你之后会拿 之前有的照片 那你抗照 哦 哎呦 哎呦 有的时候 嗯 晚上睡觉之前呢 就会拿着什么 哦 这样子啊 哎呦 哥姐们 爸妈你们在不在这边说的 我现在我都 我现在我都不想说话了 哥姐们说这边啊 说的我现在都不想说话了 哥姐们啊 对对对 呃 他他们说小离你说话太小声了 说大声一点他们才亲得见 嗯 啊 对对对 呃哥姐们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 赞你打个赞哥姐们啊 赞你打个赞啊 对赞你打个赞啊 然后呢 啊这个就是小离哥姐们啊 然后 哎呀 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觉得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哥姐们你们教一下我怎么办 打在门门上行不行哥姐们啊 我现在找到小离了哥姐们啊 对对对 呃 讲话听不见 哦 他叫你讲话大声一点 嗯 嗯 对对对 呃小离啊就是 呃 我不知道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啊 嗯 哎呀 就是 那个 小宝的话 他一直想想要找我吗 嗯对 他一直想找我 那 那你现在有没有照片 给我看一下 嗯 真的 嗯 没有啊 嗯 我一定在在他 就是你家里面才能看得到 是吧 对对对 哥姐们啊 呃 爸妈我对不起 小离啊 然后呢 你说呢 你说我怎么办呢 怎么去 要不要接我们的小离跟小宝回去呢 要的话 咱们打个接的话 咱们打个接哥姐们啊 啊 接不接哥姐们 接的话 咱们打个接 说出来给你们 谢谢送到小星星 感谢感谢啊 啊 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啊 我怕等一下卡了哥姐们这里呢 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 然后呢 点了关注之后呢 这里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人人五百的福袋 没有去你呢 赶紧去领一下啊 哥姐们啊 叔叔也没有啊 对对对 再去领一下啊 嗯 那这样子啊 呃 我现在去你家 然后见一下小宝 看一下如果是就是说 叔叔阿姨如果愿意的话 啊 同意的话 我就接你回广东 啊 跟小宝一起回去行不行啊 可以的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对小宝也比较好嘛 哦 那因为他经常也就是幼儿园参加那个亲子活动的时候啊 还经常会问我爸爸呢 所以上次我们就到广东去找你去了 哦 就找我去了 嗯 因为他一直念叨着嘛 我也看他挺可怜的 我就带他去了 哦 我以为能找到你 后来也没找到 哎呀 哥哥姐们叔叔阿们 那 哎呀 这这这整的我都心情都那个了 哥姐们你看到我我现在说话都没力气了 哥姐们叔叔阿们啊 对对对 呃 你们说怎么安排啊 哥姐们 不是你们说怎么安排 我不知道爸妈 你们在不在值班 在你打个赞啊 呃 这个就是小离啊 呃就是我在工厂的时候认识了两年的小离 然后呢 六年前呢 他突然回来了 现在我找到他了啊 然后呢 小宝呢 就在家里面 哥姐们你们愿意陪着我去看一下小宝吗 哥姐们愿意的话 咱们扣过小一哥姐们啊 因为咱们扣过小一行不行啊 哥姐们叔叔阿们啊 啊 觉得我们小离善良的话 咱们打个善良哥姐们 对对对 啊 觉得我们小离善良 咱们打个善良哥哥姐们叔叔阿们啊 对对 呃 带东西去接孙子好的好的啊 好的好的 七仔云 这个是我老妈妈 啊 老爸老妈你们在不在啊 在你打个在啊 呃 你觉得你觉得小离就是当 对 你觉得可以吗 觉得小离可以的咱们打个可以啊 对对对 呃 就是因为以前呢 我呢辜负了他 现在的话 哥姐们叔叔阿们 我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必须要 做到我该做的责任 行不行 哥姐们啊 行不行啊 哥姐们啊 可以是吧 觉得小离 觉得我们小离啊 可以的话 咱们打个可以行不行啊 呃 小离这是哪里啊 小离 这是我家呀 百龙 这就是你家啊 哎呦 这个的话 我看起来的话 是木头的哦 啊 我们这边都是租木房子 哦 都是租木房子是吧 对 我看一下哦 都是木房子啊 哦 哥哥姐们舒坠的啊 哦 我跟你们说吧 哥姐们其实呢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 哎 没有没有看错我们的小离 但是小离看错我了 我感觉我对不起小离 哥哥姐们舒坠一面啊 所以今天呢 哎呀 我也带着一个遗憾的心情来 哥姐们啊 必须要做到我该做的责任 哥姐们对不对 啊 右上方给大家人人安排了一个福袋啊 没有去领了 敢去领一下 人人500的福袋 哥姐们舒坠一面啊 对对对 人人500的福袋哥姐们啊 呃 那我们你们厌不愿意陪着我去看小宝啊 愿意咱们打个愿意 哥哥姐们舒坠一面 对对对 呃你们愿意的话 咱们打个愿意 哥姐们啊 呃那我们先去看一下啊 主播主播 小海你要买点东西去 呃要买什么东西啊 哥姐们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小离家里面缺什么 我们就买什么 哥姐们啊 买了之后呢 哥姐们咱们该用的 我们都买 然后呢 看一下阿姨 我们去买东西之后呢 不是 首先看一下小离家里面 情况是怎么样 哥姐们啊 呃 因为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哥姐们啊 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最缺的就是小离 还有小宝 啊 我最最缺的就是这样两样东西 哥姐们啊 因为为什么呢 哥姐们啊 因为我现在呢 呃也有一点小事业了 哥哥姐们 叔叔阿姨们啊 所以呢 呃 嗯 我呢 到现在为止呢 哥姐们啊 我呢 在广东呢 也有一套房 然后呢 叔叔阿姨哥姐们 哎 就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啊 小离现在就是之前陪我一起吃苦嘛 现在我真的想挽回一下我们的小离 然后 哎 就是 带他们一起回广东嘛 哎 你们说哥姐们啊 要不要上去啊 哥姐们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哥姐们上不上啊 上的话咱们打个上 哥姐们啊 主要是因为我怕 我怕见到了小宝之后 他不叫我哥姐们啊 啊 就是小离 他他有没有叫过啊 有的有的 有啊 啊 因为他看过你的照片吗 哦 他看过我的照片是吧 嗯 我这样子是吧 呃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 在你打个在啊 那我就上去看一眼啊 你们愿意陪着我吗 愿意不愿意陪着我 如果愿意陪着我 咱们可可小易啊 哎呦 小离你这 你家怎么这样子呢 这是养鸡的吗 对 下面是养鸡的 哦 这下面都是养鸡的 哦 你们都是住楼上啊 哦 你们这里都是歹楼啊 歹楼都是这样 下面两个女 然后上面就是人 哦 哎呦 小离啊 你确实也不容易 你们一家人哦 哎呦 都那你爸妈呢都住哪里啊 都住在楼上啊 都住在楼上啊 都傻一个姐们 呃 我要来见咱们的 夜夫夜母了 哥姐们要不要上去啊 我有点怕我 哥姐们要不要上去啊 去咱们打个去我哥姐们 上不上去哥姐们啊 带他们两回家 好的好的 主播主播 爱子带我们的 啊 爱媳妇回家 好的好的哥姐们啊 啊 你们说要不要上去啊 我夜夫夜母在上面 因为她 由于她不同意我 她老是说 就是说 以前我也没有钱嘛 也不争气嘛 啊 而且呢 以前又是贪玩嘛 她看不起我嘛 啊 叔叔阿姨哥姐们 其实呢 哎呀 我现在呢 叔叔阿姨哥姐们啊 我真的是很那个哥姐们 我现在不缺这个哥姐们啊 啊 我不知道我的 就是夜夫夜母 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我哥姐们 我不敢上去啊 哥姐们上不上啊 上的话 咱们就打个上哥姐们啊 如果不上的话 我们就不上哥姐们 那上不上啊 哥姐们 上不上去啊 哥姐们 啊 要不要上去啊 上的话咱们打个上 哥哥姐们说说一面 主播主播快点去找小离找小宝小离已经找到了 对对对 小离已经找到就出差小宝了跟你们啊 呃 赶紧去看一下 我也想看小宝 你们想不想看小宝啊 想的话咱们打个想哥姐们说说一面啊 右上方又给大家人人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 这里呢没有去领了 赶紧去领下 没有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啊 等一下我怕你们卡断波了 看不到我跟小宝了 看不到我 呃 我的这个叶父叶母会不会答应我带我们的这个小离跟小宝回去 哥姐们啊 你们没点关注的话 右上方点个关注哥姐们啊 那我们就上去了哥姐们啊 你们愿意陪着我我就上去啊 我愿意陪着我 下波了哥姐们我也不好意思哥姐们啊 如果你们不看着我啊 不支持我的话 我怎么上去哥姐们对不对 那小离啊 那我们上去哦 但是 我又怕叔叔阿姨会说我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哦 真的不会吗 他们以前 以前可能 不同意 现在 现在 看着我跟小宝吗 确实 嗯 我一个人带着他 我爸妈他哪个人 很善良的 那你 都说我等了你那你多年了 那你 他再来的话 那我跟你走 这样子啊 哎呦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 爸妈 你们在不在这边 在你打个在啊 小离呢 还是对我是 有感情的啊 因为我们毕竟以前呢 也是挺快乐的 我们是 自由恋爱的啊 然后呢 我认识他之后呢 就有了小宝 现在呢 哎呀 他一个人一直是这样子 带着小宝 我也过意不去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 现在我也担着哥姐妹啊 那 哎呦就是 如果这样子你愿意 跟着我会广东吗 愿意啊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小宝啊 走 我们上去看一下啊 谢谢 谢谢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妹啊 感谢感谢啊 觉得我们这个小离漂亮的话 咱们打个漂亮哥姐妹啊 小离呢 是我们歹族的春花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啊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哥哥姐妹那我就带我们的小离 跟小宝一起回广东 好不好 哥哥姐妹啊 对对对 小离啊 这就是你家 哎呦 哎呦 哎呦你家这个 哎呦哥哥姐姐妹我看得心疼哦 不是小离你怎么就住这样的房子啊 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们都是这样子的 哎呦 我看得好心疼哦 哥姐妹 哎呦爸妈你们在不在 直播间赞你打个赞 印一下癌子啊 哎呀 你们说怎么办嘛 哥哥姐姐妹叔叔阿姨啊 右上方给大家安排了个人人五百的福袋 没有去领呢赶紧去领一下啊 对对对 咱们要不要看小宝啊 想不想看想看的话咱们打个看哥哥姐姐呢啊 那小离啊 嗯 那就是这样子啊 我问一下你啊 嗯 那小宝是叫我叔叔呢 还是叫我爸爸呢 他平时都叫你爸爸 因为他他看过你照片 哦他以前看过我照片是吧 我经常拿给他看的 哦这样子 他在睡觉之前也都会 都会拿着你的照片给你偷偷啊 嘿嘿这样子啊 等一下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一些牛奶啊 哎呦 跟我以前一样哦 我以前也喜欢喝牛奶 你记得不 可能是比较水米吧 哦 对对哥姐妹 那这样子叔叔阿姨哥姐妹 这是 那 那 他我感觉这小子挺聪明的啊 那 他他现在在家吗 不是 你小小一点生小一点生 不是啊 小丽小丽等一下 哎呦 哥姐妹 你们说要不要那个 他还没回来呢 他还没回来啊 他他跟阿姨上去了 上山了 还是 对跟我妈他们去 可能去山上了 哦就是跟阿姨一起去上山了是吧 对 哦叔叔阿姨哥姐妹 是这样子的啊 呃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在你打个赞啊 哥姐妹叔叔阿姨啊 呃 这个小黎呢就是我以前在PC厂认识的小黎啊 然后呢 六年前他突然回来了 不是啊 啊 这就是你家 小黎 哎呦 我看一下 哎呦 好心疼哦 哥哥姐姐们 爸妈 你看一下啊 哎呦 真的好心疼啊 我这个 哎呦 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阿 这就是他家哦 哎呦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阿 那你们觉得 癌子癌子你要帮一下小黎 呃 癌子癌子你要把我们的小黎跟小宝带回去 带不回去你就不要回来了 哎呦 是这样子吗哥姐妹那接不接啊 你们说接不接接的话咱们就接了 哥哥姐妹叔叔阿姨阿 对你们说接的话我们就接回去了哥姐妹好不好 叔叔阿姨阿咱们看一下哥姐妹 右上方这里没有去领的胡带了咱们赶紧去领一下啊 这里人人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人人500的福带没有去领了赶紧去领一下 哎呦小黎啊 呦这这就是你家 嗯对 这是因为之前呢我在我在来里面村上呢 就是我在村上的时候 叔叔跟阿姨呢也遇见我了 他就不让我回来嘛 就像就想怕怕遇见遇到你嘛 哎呀所以说你看我今天我都还是很紧张啊 没事的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他们可能觉得我跟小宝一直在等你 这样子啊 那哥姐们叔叔妹啊 呃主播主播 呃孩子孩子要帮小离买点东西不是买什么东西呀 你们说怎么对小离好才那个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啊 啊哥姐妹叔叔妹你们说一下嘛 你们说嘛哥姐们啊 不是右上方给大家安排了个人人500的福带没有去领了咱们赶紧去领一下 这里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啊 对对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啊 啊是的是的啊 对对对 呃发过大红包去小卖不买东西啊 啊哥姐们要买要买吗 买不买买的话咱们打个买哥姐们啊 现在呢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真的不想死去小离了 我也不想吸吃我的小宝 我现在我最缺的就是我的我们的小离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宝 现在的话哥姐们我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哥姐们 因为我经历了我六年的时间 我呢啊也长了一点小机器哥姐们 所以说呢我现在的话不缺这个哥姐们 你们说买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哥哥姐们行不行啊啊 啊对你们说买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好不好哥哥姐姐们啊呃 那那这样子哥姐们啊我问一下小离有没有那个带我去啊小离 你们这里 是吧那有没有小卖部啊 我们我们的载子里面有的 你们载子有啊啊哥姐们叔叔阿姨 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我怕等一下卡了哥姐们 你们就看不到小宝了啊那小宝啥时候回来啊 你现在还不知道呢 现在还不知道啊那你打个电话叫他回来呗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呗 让我们呢这个小离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个小宝啥时候回来哥姐们啊 然后呢等一下阿姨看到我拿东西回来或者 啊对小离这么好他有可能改变主意呢哥姐们对不对 打电话了打电话了哥姐们 你叫他说了哥姐们他在说了哥姐们是不是他在说了啊 挂了啊挂了喽 挂了啊挂了挂了挂了 啊挂啊挂啊挂 对对对啊那你带我去一下 现在没有了啊好的好的好的哥哥姐们 其实呢我呢想让想让我们的小离带我去小卖部 然后呢等一下呢哥哥姐们舒甩了啊啊该买的就去买吧好的好的 叔叔阿姨哥姐们啊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在你打个赞啊啊 呃你们说买一点什么东西呢好一点呢我刚刚看了 呃 哎呦小离啊我刚刚看了一下你家好像都没有油了啊对用完了用完了啊好像也没什么菜啊那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啊 我们平时就我刚刚在农村回来就找了一些野菜啊找了一些野菜啊对 哎呦这样子过去吃啊 我们这边几乎都差不多 几乎都这样子是吧啊 哎呦爸妈叔叔阿姨哥姐们我好心疼哦真的啊 呃真的那你那那段时间的话 呃那时候小宝还没还没下了就是还没生生小宝的时候就是我 我感觉那时候挺心疼你的这样子怎么过下来的 哎 这样吧习惯了 哎呦哥姐们叔叔阿姨啊 我真的有点心疼啊哥姐们啊 呃叔叔阿姨哥姐们啊你们说怎么安排啊 啊 啊你们说怎么安排 就是说等一下的话 我我跟跟小小离说了啊 就说我们去那个小卖部是买阿华的 但是我我早就借了哥姐们 其实呢我六年前就已经借了 因为我那时候伤心 我说我决定一定要借掉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我那时候又没有钱嘛 然后我就说以后我一定要赚多点钱啊 然后一定要对小离要好一点 我感谢上天给我一次机会哥姐们啊 让我这个有了这份感情 然后还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宝啊 所以说哥姐们咱们不不差钱给你们啊啊 爸妈你们说怎么怎么安排啊 爸妈你们说怎么安排啊 就是你们说咱们怎么安排我们小离 呃 对哥哥姐姐们必须要这样子 因为他爸妈呢等一下看到我啥都没有那个的话 哥姐们他觉得我还是个穷光蛋啊 给不了他女儿幸福是不是啊 啊这这是比较正常一点的生活 对不对哥姐们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哥姐们咱们就买多点东西 对不对哥姐们 是不是啊 啊哥姐们啊 对你们说要买什么打在公民历上 哥姐们啊对 呃小离啊 那这样子啊 就是说如果是呃 叔叔阿姨如果愿意的话 你愿意陪我回广东啊 啊 啊现在我呢在广东呢也有一套房 就是说呢 呃我希望你们 你跟小宝的话 在广东的话生活过得好一点 啊 以后就是我赚钱嘛 我努力赚钱养你们啊 对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我现在是老了一点了还是成熟了一点了 成熟 哦 哦比之前成熟稳重了 哦比之前成熟稳重了是吧 哦小离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哦 以前就是说哎呀太那个了 就是说太年轻了嘛 哎 没事 现在你们一来我挺开心的 你挺开心是吧 我挺意外的 哦开心就好啊开心就好 哥哥姐们叔叔阿姨啊 我相信小宝看到你的话他也很会很开心 哦这样子是吧 那爸妈在不在直播间啊在你打个在啊 然后呢觉得我们小离善良 咱们打个善良哥哥姐们叔叔阿姨啊 对对对啊 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啊 我怕等一下你们啊又看不到主播了哥姐们啊 看不到我们的小宝了看不到我们下面啊 叔叔阿姨会不会同意好不好哥姐们上面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叔叔阿姨啊 如果呢呃如果今天我没有接到小宝跟我们的这个小离回去的话啊 我也回去可能也被你们那个的啊叔叔阿姨哥姐们啊棒吗 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啊 没点关注咱们右上方点个关注我怕等下卡了啊 你们给我出出主意好不好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啊 嗯 同意是吧同意那你们说要不要接我们的小离回去啊 要不要接小宝回去接的话咱们打个接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啊 你们愿意陪着我的话咱们扣个小姨哥哥姐姐们啊 啊是的哥哥姐姐们啊 那时候我就说了啊 贤妻扶你清云至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啊 我跟你说但凡是一个贤妻他愿意扶着你 都是你绝对能 我跟你们啊基前都能上天哥哥姐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啊就是因为我都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小离就是一个很淳朴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哥姐们啊 啊小离你那个小麦不到了没有啊 到了到了就在哪啊就在那里啊对对哦 哦这就是商店啊哦这样子哦那那那走走走哥姐们啊 啊好好好哥姐们叔叔阿姨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在你打个债啊 啊矮子呢今天呢今年呢就是说也赚了百把个啊 就是说你说怎么安排一下没事的啊啊没事的没事的 但是我今今天的心意呢就是把我们的小离还有小宝一起带回去好不好哥姐们叔叔妹好的好的 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啊又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啊哥姐们点点赞点点赞 谢谢你们支持啊哥哥姐姐们啊那我们就来了啊老板老板 嗯 有没有那个老板老板来来来来 这个这个小离是不是里面穿着对啊他现在是他现在我问一下他现在是不是带了个小宝对啊 那那小朋友有来这里买过东西吗 我啊啊你看过他吗看过 哎呦这这我太激动了不是他一般买什么东西啊 买那个零食吃啊买啥零食吃啊他喜欢吃啥 他喜欢吃喝那个 ad盖奶啊啊他喜欢吃ad盖奶啊啊啊拿了拿了老板 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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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小宝喜欢吃的哥哥姐姐们啊 爸妈啊你们说还要买点什么东西啊打在公平论上啊 对对对啊这是小宝喜欢吃的呃老板啊呃那他很喜欢吃什么都给我拿来了老板 小孩子喜欢吃零食啊 零食啊哦小孩子喜欢吃零食是吧呃各位姐妹这这这这 这个叔叔哥姐们行不行啊你们说行不行啊这个是啥这个是零食他都喜欢他他过来买这个是吧 哦好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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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拿了啊都要了都要都拿了都拿了都拿了安排上安排上 对哥姐妹啊这个够了没有啊哥姐妹啊够了没有啊啊这这这都都那个哥姐妹啊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在你打个在你你给矮子观点关注没有啊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好不好你这这这这你是不是第一次刷的矮子啊没点关注咱们右上方点个关注等一下 带里面去看一下小宝对对对干爸干妈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哦等一下我怕卡到了啊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哦啊嗯这个是买给小宝的我看一下啊一般小朋友喜欢吃哦萨奇马哦萨奇马他也喜欢吃哦老板啊那萨奇马也买两包 咱们啊萨奇马也买两包还有什么东西啊啊老板啊来来来来老板是这样子哦我问你一下啊小离现在他他现在就他一个人一直一个人啊就他一直一个人吗 他一直没有那个吗哎呦哥姐们啊这小离还是对我那个的哥姐们那这样子吧啊老板你这样子啊给我安排一个那个呃一桶油啊不要几桶油哥姐们爸妈你们说你们说要几桶油打在公平论上对对对呃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啊没点赞咱们点点赞数字里面等一下给大家安排一个呃人人多少呢人人500的福袋好不好给你们啊给大家安排人人500的福袋 啊油来六桶他们说六桶老板来来来来来六桶来六桶啊对对对炒菜的油对对炒菜的油啊放那里放那里放那里70一桶啊哎呦哎呦我不差钱我不差钱买买买呃爸告诉你钱不拿了好的老爸老爸我知道了呃我老父亲阿富你在不在在你打个在啊 呃你觉得就是说小梨漂亮啊漂亮咱咱们打个漂亮啊对对对啊 六桶还有没有啊拿十桶拿十桶啊啊没有了我就剩一桶了哦就就剩下七桶了哦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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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拿了拿了哎呦这还有一瓶啊这小瓶的要吗小瓶的也拿了小瓶也拿了 呃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啊哥哥姐们叔叔还没还需要什么东西啊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等一下我怕你卡了哥姐们啊看你们卡断播了就看不到主播了看不到你孩子呃陪着我们小离还有小宝一起回去哥姐们啊等一下看一下我们把这个东西挑回去看一下叔叔跟阿姨小离的爸妈会什么意见会什么表情啊 他会不会愿意让让小离跟小宝一起跟我回家啊你们说啊你们愿意陪着我吗愿意陪着我的话右上方没点没给我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啊啊啊对对对呃老板有没有小朋友喝的牛奶啊牛奶啊牛奶 买了哦那就那一袋吧那就那一袋啊就放那里就放那里啊呃还需要点什么东西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还需要点什么东西直接打在公民铃上好不好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啊嗯对对对呃老板有没有鸡蛋啊鸡蛋有的对鸡蛋那我这里有一箱是箱的话卖的还是两板了 还剩下两百哦那两百一拿了两百都拿了对对两百都拿了哥哥姐姐们啊对两百都拿了呃还需要点什么东西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呃还需要点什么东西那这样这个吧这个这个鞋银四瓶四瓶对四瓶四瓶 啤酒啤酒给我拿四瓶哦拿拿拿拿两箱拿两箱嘛不是四瓶拿两箱 对直接拿两箱对对对 方便面拿两箱 方便面拿两箱对呃玩哈哈两箱 还需要点什么东西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啊啊水对对拿两箱 洗衣粉两包 洗衣粉两包对 哥姐们洗衣粉两包啊洗衣粉两包说说你们啊啊啊还需要点什么东西那个牛奶拿两箱啊王老鸡拿两箱啊王老鸡拿两箱对 呃呃那个ad干了ad干了小朋友喜欢喝拿两箱 呃对对对对呃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啊这两箱牛奶这核桃牛奶对对核桃牛奶 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哥姐们打在公民铃上啊啊呃 呃那个那个那个纸巾老板纸巾 纸巾啊 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哥姐们等一下我怕卡了哥姐们啊卡了之后你们 呃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啊在的话咱们打个在我怕等下卡了咱们就看不到那个场景了啊我也不知道 呃阿姨同不同意我跟我我我我这个小离呢还有小宝给我一起回广东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回去啊啊要不要接接的话咱们打个接啊如果右上方没点关注咱们点个关注等一下我怕卡断播了你们就看不到这个场景了哥姐们啊啊啊还有就是说你们说需要买点什么东西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啊对对对对对啊八宝就老板八宝就快快快 八宝就两下对啊八宝就两下哥姐们叔叔你们啊啊 啊啊啊面条老板有没有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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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多少吧来十把老板十把十把 对面条十把哥姐们还需要点什么东西打在公民铃上哥姐们啊呃那个啥还需要点啥啊呃 也差不多了哥姐们啊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了哥姐们够了没有啊哥姐们够了咱们打个够了啊哥姐们 呃够了咱们打个够了好不好哥姐们老板你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再帮我算一下快快快 够了没有跟你们够了咱们打够了跟你们啊觉得主播大气咱们打个大气啊呃 说说说哥姐们就是那个啥呢啊因为呢我今天照这里呢我是有目的了跟你们啊我今天呢必须让我们的这个小离呢 绝对不能过苦日子了跟你们因为以前他跟着我吃苦日子对不对哥姐们够了觉得够了咱们打够够了啊那老板有没有滑子啊 没有滑子啊哥姐们没有滑子呃呃多少多少啊老板1260 老板来来老板呃呃呃呃你现在有没有信啊就是现金啊你要多少啊啊这样子我转转都六千块钱给你嗯你这样子你到时候我走了之后啊我走了之后啊我走了之后你就是这个东西挑过来之后嗯 你要给我们的这个小离 好不好 全部给他 对对对 你加上去加上去 算一下多少钱 折线哥几面 够了没有哥几面 这个数够了没有哥几面 多少钱 72600 72600 够了没有哥几面 72600 够了没有哥几面 够了没有 给两万 啊啊说出来哥几面啊 以后我的就是小离的哥几面啊 我 哎呀说说哥几面以后我接他回去广东之后呢哥几面 说说你们啊 我呢 我广东还有套房吗 还有车哥几面啊 随便他住随便他开啊 哥几面对不对啊 够了没有够了怎么打够够了好不好哥几面啊 啊 就是我们随便表示一下吗哥几面说上面啊 棒棒糖这些全部有了哥几面 这些呢都是给 给小宝吃的哥哥几面素人啊 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啊 还有a地盖奶啥的啊 对对对还有这些 都是给给那个买给我们小朋友吃的啊哥几面啊啊啊老板你给我那个拿这个扫一下 我给你那个对对对 够了咱们打过够了哥几面啊够了咱们打过够了哦我扫个扫个嘛啊哎你打开打开那个啊 我输入一下密码啊过去了老板你怎么没有声音啊 过去没有老板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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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到了是吧哦到了就好了啊到了到了就好了啊啊 小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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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小丽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对对对 我们走了哥几面啊主播我们想去看小宝啊要不要想不想去要不要接哥几面要不要接啊哥几面素人啊对对对要不要接给你们啊 说说说哥几面啊要不要去接小丽跟小宝呢哥几面接不接啊接的话咱们打个接哥几面素人啊对对对啊 小宝经常来这个小麦不买东西吗哎呦哎呦哎呦这小子可以啊哈哈哎呦这这这这这个小小家伙他自己还会来啊 嗯对啊他经常就拿着给他的零花钱呢就跑过来哦给他零花钱他就跑过来啊 是吧哇这样子啊那不是那你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小丽就是你说叔叔跟阿姨的话他又去隔相交你也隔相交啊啊对哎呀那隔相交好辛苦嗯 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这样能算快点可以生活呢 换年生活对为了生活哦那没办法哦对对现在 就是小宝的话他又要读书 他今天又要读书 然后我们走完这样 不然上学的话什么样子都得交费 这样子是吧 那你说你经常去赶摆是吧 对我就是经常 我爸妈他们去山上 还有我跟他们一起去找山货 然后我就挑着去街上赶摆 这样子 爸妈你们在不在直播间 赞你打个赞 我在你打个赞 是叫业父业母呢 还是叫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现在毕竟他们还不答应我 你们说会不会答应 你们说叔叔阿姨会不会答应我 哥哥姐们 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挑过去之后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会不会同意 叔叔阿姨会不会同意 同意咱们打个同意 咱们打个不同意 哥姐们 对对对对对 你们说同不同意 哥姐们 对对对 就是你刚刚说 那你平时的生活来源是从哪里 就是赶摆卖一些山货 赶摆卖山货 然后帮别人搁娇 然后打点伞弓 哦打点伞弓是吧 对 那那等一下我怕遇到了叔叔阿姨 我不知道叫他啥好呢 我叫他阿爸阿妈呢 还是叫他叔叔阿姨呢 都行 都可以啊 对 看你们 哥哥姐姐们 你说 小黎说看我怎么叫 那你们说我怎么叫啊 老爸老妈 哎呀我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叫啊 啊 你们说怎么叫啊 叫爸妈叫爸妈妈 还是叫叔叔 还是叫阿姨呢 哥姐们啊 对啊 你们说呢 哥姐们啊 右上方没点关注 咱们点个关注 等一下我怕卡了 哥姐们啊 右上方没点关注 咱们点个关注 所有的家里面啊 呃 你们愿不愿意陪着我去看小宝啊 愿意的话哥姐们叔叔阿们啊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哥姐们 如果你们没有点关注 咱们右上方点了个关注 哥姐们啊 呃 点了个关注之后呢 哥姐们等一下呢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呢 啊 我们就把那个东西拿过去之后呢 你们觉得 他们就是叔叔阿姨会不会 那个哥哥姐们啊 对 你们说要不要接 你们说 你们说叔叔阿姨会不会同意啊 同意咱们打个同意哥姐们啊 你觉得有戏吗 哥姐们啊 啊 对啊 对啊 是啊 我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啊 哥姐们 嗯 小离啊 你现在不会怪我吧 不会 不会了啊 那很好啊 就是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嘛 也不懂是嘛 现在的话 我知道了你们的这个苦衷啊 你们也不容易 真的啊 哈哈 就是 啊 你家的话你看一下都是这样子的 哎呀 我有点这个过意不去啊 嗯 就是我如果是 我回 我们回去之后呢 就是 叔叔阿姨就是我爸妈 可不可以 就是 如果是 呃 你觉得你们不不愿意回去的话 就我回来 我给你们一起去割橡胶 一起去赶摆 好不好 只要我能在你身边的话 我就可以啊 嗯 我现在 我现在说话都没力气啊 因为 啊 我心心有点心酸嘛 因为我心里有点难受嘛 哎 就是之前对不起你们嘛 没事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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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我们去看一下 哎 小宝回来了没有啊 你想看看小宝 哦 好的好的 嗯 走好哥姐们啊 哎呀 这就是小离家哥姐们 哎呀 这就是小离家哥姐们素人啊 看一下小宝回来没有哥姐们啊 对对对 小宝 嘿嘿嘿 哎 哎呀 我有点那个哥姐们啊 嗯 爸妈你们在不在这边 在你打个在啊 还没呢 还没啊 哦还没有回来是吧 你小家我还没回来是吧 对 哎呦 你这里还是挺哎 呃 小离这是啥东西啊小离 嗯 那些都是我们 我 我爸妈他们去山上拿的山货 山货啊 哦 哦 这就是你说的这个去山上 啊 拿的山货 然后就去赶摆是吧 嗯 哦 哦